中國政府在三年疫情中的極端風控 以及近年來對民企的打壓 導致很多中小企業主破產 他們在海外留學的子女 陷入教育資金斷供的困境 這些留學生不得不回國 或在當地打工來維持留學的生活 甚至 有些富二代為了完成學業 還被迫兼職當保姆 從7年以來 在中國社交媒體平臺小紅書上 附有留學斷供的標識貼文 已經高達460萬則 今年年初 社交媒體Rydead上 有一個留學斷供的求助帖 帖主說 我最近每天焦慮的睡不著覺 因為下個學期學費加生活費 大概要人民幣20萬元 家裡突然出事了 一點錢都拿不出來 我在美國讀研究生 還有一年才能畢業 擺在我面前的選項是 要麼休學 回國工作掙錢 最多能夠休一年 但國內的收入水平能攢下 學費可能性卻很小 而且回去了可能也就回不來了 到時候再申請Rydead的資金證明 家裡可能都拿不出來 那另一種險象就是借錢貸款湊學費 但就算下個學期湊夠了 還有下下個學期 感覺這就像一個無底洞 我真的不想回中國 我現在甚至都在想要不要黑在美國 之前疫情幾年 在國內政治性抑鬱很嚴重 我出國之後才終於感覺自由了 但現在的情況我真的很絕望 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他說自己已經開始打黑工了 但是掙到的錢背水車薪 他諮詢學校 學校說對國際學生沒有任何財政補助 很多網友替他支招 在學校教課可以減免學費 並且拿到工資 如果學的是設計類的 可以賺外快 房租可以通過睡客廳 蹭沙發來節省 或者住在車裡 可以在健身房洗澡等等 三年疫情其中共當局的打壓民企 對中小企業業主影響最大 斷供的家庭 絕大多數都是從事房地產業 教培行業 開工廠的等 一旦家中境況突變 資金斷供 留學生到底是回國還是留在海外 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菲校大二的學生鄭林璐也曾面臨這樣的選擇 但最終他選擇了留下來 據海外媒體報導 鄭林璐的母親在中國曾經經營五所K12的教育學校 但中共當局打壓教培行業 她母親經營的五所學校陸續關閉 後來她母親轉向投資實體餐飲行業 又賠了很多錢 在家裡生意好時 鄭林璐最喜歡和閨蜜們四處度假 有時在一碗900美元的酒店裡連續住一周 現在她只好拒絕好友們的出遊邀請 之前她母親給了存了幾百萬 用於留學和創業 最終是創業的錢沒了 很快留學的錢也出了問題了 家裡要賣掉最後一套自住的房子 並且動物養老金才能供她繼續讀書 要不要回國 鄭林璐最後選擇留下繼續讀書 她每天只吃一頓飯 接假日去送學校社團定點發放的免費餐 還在學校領過快過期的食品 不過也有的留學生選擇回國 一切從頭再來 22歲的我開著跑車上學 生活在美國最繁華的城市之一 周圍的朋友非福即貴 但這一切一夜之間都跟我沒關係 家裡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得到我爸的消息之後 用了一個禮拜的時間退房子 賣車收拾行李回國 從整夜哭泣 抑鬱崩 接受不了現實到認清現實 重新站起來 我用了一年的時間 回國之後面臨的就是感覺 人生一夜之間崩塌了 我在我曾經的那些同等競爭者中 失去了所有的競爭力 因為在國外沒有畢業 國內只有個高中畢業證 所以我去考成人子考 去考大專 然後考專生本 因為發現失學跟破產並不是這個世界上最糟糕的事 留學斷供從疫情開始後就已經很普遍了 中國很多公司倒閉了 破產了 很多留學生因為家裡拿不出錢了 只好中途辍學回國 但是他們沒有學歷 所以回國也很難找到好工作 留學斷供回國有多慘 許多留學生自己接觸的人裡 總會出現那麼一兩個留學斷供的朋友 讀書讀了一半在家裡破產了 那些含著鸡汤式出生的孩子 原本的人生是一馬平穿 但是一夜之間就破敗了 很多人也許會想 沒有錢就不讀了唄 還可以回國 但是現實卻殘酷很多 首先如果中途辍學 前期的投資作費不說 國內大學不會接受國外轉學的 沒有獲得畢業證書 即使有留學的經歷 也無法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 更別提現在時代學歷貶值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海本的學歷在過去十年還是相撥過 現在遍地都是 本科生研究生回國的工資四五千 已經是個常態 更何況還沒有學歷 中國國內就業環境越來越差 而留學生回國發展並沒有什麼優勢 他們很無奈 但是也不得不面對這個現實 我是14年去澳洲留學的 當時學的是市場營銷的專業 本科四年我大概花了130多萬吧 我記得當時全班41個同學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中國人 其實我家也不算有錢 我也不是富二代 是我父母把他們的老房子給賣了 然後200多萬 其中130萬給我做留學資金 剩下的錢付了個手戶買個房子 回國之後我就找工作 但沒有想到四處碰壁 很多HR跟我說 現在你們這種留學生沒有優勢了 以前就是你們英語比較好 但其實現在國內的985 211 他們那些學生 英語也不差呀 而且他們綜合素質更高 我們這種留學生現在已經沒有優勢了 最後我找了一份留學顧問的工作 月薪四千 我算了一下 就算不吃不喝 也要工作26、27年才能把這個130多萬補回來 原本想著留學回來可以就是出入辦公大樓 西裝革履 然後做個領導上個班 但沒有想到會成現在這樣 很無奈的 在留學生面臨家裡資金斷空的同時 美國與英國等國還不斷地上漲學費 讓情況變得更糟 最近一份報告顯示 與20年前相比 美國大學在2023年到2024學年學費大幅上漲 有的甚至還翻了一倍 在英國頂尖大學 留學生支付的學費更高 英國政府已凍結了本地學生的學費上限 而留學生支付的學費是大學的這樣收入來源 根據中國教育部的數據 2018年 大約是90%中國留學生是自費留學 而不是靠獎學金或政府資助 那如果是出國讀書期間 家裡突然破產了 留學生該怎麼辦呢 讀音博主宣宣給出了三點建議 虽然我希望屏幕前的朋友們不會遇到這種事情 但是如果真的碰到這種情況了該怎麼辦呢 是繼續咬牙讀到畢業還是及時收手回國 我覺得是要分情況來看的 對於那些在國外讀本科的同學 我肯定是支持保學歷優先的 因為你讀到一般不讀了你就沒有文憑了 如果回國你的競爭力可想而知 出國讀碩身的同學至少還有一個本科學歷的退路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呢 其實還有三條路可以選 第一條就是你可以編賣自己值錢的奢侈品 這個是我學生真實的故事 是一個00後妹妹還在賭大餐 有一天突然家裡破產了 給不起最後一學期的學費了 剛好我有一個法國的好朋友 做奢侈品二手市場的 然後他就把他全部奢侈品包包都賣出去了 你們知道換了多少錢嗎 最後他收到了30多萬 完全足夠他之後的學費生活費了 所以說還是可以買一些保值的試飾品的 有時候應急真的可以換飯吃哦 那麼第二條路呢 就是想辦法兼職賺錢 這個也是我另外一個學生的真實故事 但是這個0年後弟弟的經濟條件就沒有那麼好了 那麼第三條路呢 就是轉學 你都供不上了 也不要管排名寒進來什麼的了 優先保學歷 先拿到本科文憑再說 我們直接去最便宜的馬來西亞 讀個公立大學 每一年只需要8到12萬 在那邊同樣也可以找找兼職 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請您記得點贊訂閱留言 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